老丁啊 现在跟你见上一面 好难啊 你们家那个保安 买凶的 不好说话啊 保安 陆老师您真是太幽默了 我们家哪有保安啊 不说这个了啊 跟你开个玩笑的 今天 把你约出来 没有其他的意思啊 我呢 说真的 我还是不死心啊 想为自己再争取争取啊 陆老师 我们 这件事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能具体的告诉我吗 哎呀 理由其实很简单 就是 我不想走这一步 哎呀 要不是那天啊 我们三个人撞在一起啊 我还不晓得他们 顶你顶得这么紧爱啊 陆老师 你别这么说 什么顶不顶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大家对我的认可 我说心里话 我是很感激你们的 只是 这谈感情 这就算了 不现实 那 那你是不选择我 还是我们三个人都不选呢 那天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楼老师 您就不要为难我了 自从我老公去世以后 我心里头是打定主意的 我不想再走这一步了 这些年 我一个人过日子 也习惯了 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好 那就不说了不说了啊 这个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不强求你啊 陆老师 其实吧 像您这样的人 真的是应该找一个人 好好地照顾您 您是国家的财富啊 您还在为国家做贡献 真的应该有个人 在您身边好好地照顾您 我相信啊 您真的 一定会找到 比我更好的人的 我瞒您说啊 从认识你一开始之后啊 我这个心是一直放不下来的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就死了心了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 能给我留一点点空间啊 让我慢慢地放下来 啊 那 我们就说好了 我们做好朋友 这样挺好的 你让我挥之不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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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都心中了 可好了 老马来干什么去呀 穿这么漂亮啊 去 参加婚礼去 穿得真精神啊 真真好看啊 真精神 好 你操不差啊 étaient不是这儿吗 您找 你好 大马叔 叫我大宽马 不 请我进去吗 请请请 请请请请请请请 好的 请 他 他他妈说啊 他已经从西边出来了 怎么了 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 儿媳把我衣服都洗了 没得换了 箱子你随便拎出一件 就穿上了 不是啊 你随便拎出一件 你也不能拎这个呀 这个穿在你身上 它感觉不对 不好吗 你觉得好吗 不是 你觉得不好吗 不 我觉得 左看右看 我怎么觉得 你像那些 城乡结合部的包工头 我怎么样得是 城乡结合部的高富帅吗 高富帅 还白富美呢 我就去白富美 芸妮 怎么样 非常好 是一种灵蕾的时髦 她是我时髦 人家说反话的 你没听出来啊 这不是反话 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啊 没事 随便溜达溜达 对了 任你先生啊 丁小姐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 我要是打扰你们 我现在就离开这 好了 好了 真能出洋气啊 告得不伦不类的 快坐吧 谢谢 真是 任你 我们继续 等等等等 这个不会休息啊 就不会工作 来来来 坐着聊会儿 对了 外交场合 一定要忠读的论线 塞党普利斯 我发现你不光是 发型上有变化 英文也有进步 好想你 好好好 打扰你 你听懂啊 听懂了 他说让我估计午餐 对 我说 你真是学习 英语 我实际上 我可以用我的 外国的语言 当我们聊的语言 哦 语言 骂我的 行了 行了 你不走就坐下喝茶吧 对 我想起来了 出来买葱茶 咱给忘了 你们聊着啊 你们聊着 你穿成这样买葱去啊 这老把这两天怎么回事 神神叨叨的 魔争了 不理他 我们继续 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 爸 您干嘛去了 买菜去了 你买菜穿这么正式 穿正式的 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 我是觉得 你平时穿这么随便 忽然证明一下 我是有点不适应而已 我跟你说吧 我这人哪 长得有点急促 是不是啊 属于自然灾害 再不穿得正式一点 我不会 怕人家被误会 还真的以为我是 包公头这损失可就大 那您早应该这样了 您这么穿 人丁阿姨肯定喜欢 那个 对不起 你真的这么觉得 当然是啊 你看人朱丽的叔叔 人都七十多岁了 穿得跟五十的一样 真的假的啊 当然了吧 你再回头看丁阿姨 人什么时候都光彩照人 你以后就是都这么穿 走在一起 人也觉得般美啊 这话怎么不早说 我以前跟您说您听嘛 爸 我支持你 您这么穿 至少年轻十几岁啊 得嘞 那我现在正式宣布啊 马大宽 从今往后的服饰风格 就这样了 我看谁还敢在我面前嘚瑟 您不是谁呢 眼鬼子 小冒 你 你看嘴巴 多惊人 小冒 嗯 小冒 嗯 你说 咱爸 不会是想和丁阿姨结婚了吧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说不定这俩人 都到谈婚恋嫁那边了 那都不一定吧 你怎么会看出咱爸的变化呢 他之前穿衣服有什么讲究吗 我爸这人他想一出事一出名 不是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看出咱爸的变化呢 我觉得不对 这变化一定是和丁阿姨有关系 我总觉得他俩这事吧 咱爸是剃头挑子一头肉 人家丁阿姨可能还没这想法 那要不然 就是你爸有新目标吧 这倒有可能 的 朱莉 嗯 我跟你说啊 爸 这个 回头你看看那个商店啊 有没有那个净块 你给我买一个 爸 您要净块干吗呀 那您是喜欢什么样式的 尺寸大小告诉我 反正就是好看点的呗 什么大的小的一样的 来几个 买几个月吧 十个吧 行 回头我给你钱啊 不用给钱了 我下次给您带过来啊 看见没有 金块都买不上吧 有点意思 不定有什么新情况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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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 是吧 只是马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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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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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累是吧 又没人逼你 歇会儿 歇会儿 打这坑 待会儿差不多 就咱找回去吧啊 这老头够精神的 是我老公的师弟 他也不跟着跳舞 总是在这儿转悠 他不喜欢这个 他平时练练剑 练完了没事 就站着傻乎乎地看 我看他那样 有点像中国版的鸟酥 鸟酥 你平时是在哪里锻炼的 我刚来以前不太锻炼 最近啊 因为我们单位效益不好 所以呢 我就提前退休了 这不 一个人在家里啊 没事干 憋得慌 我看你们跳舞啊 锻炼身体挺好的 所以啊 我最近就加入进来了 是挺好的 你看他们那些人 多精神啊 这跳舞啊 能显年轻 不显老 以后带你老伴儿 经常来啊 可惜 我现在一个人 那就更应该来了 一个人多自由啊 常来啊 不说 来 从来 还要加了 小兴 父亲 你还要持续 你看 支持一下 小兵闪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是丁太太吧 谁呀 他马输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什么丁太太 丁太太 太别扭了 好好说话 听时间长就习惯了 你这么晚了打电话给我 有什么事吗 你明天去菜市场吗 我们约会 你要是去的话呢 咱俩就一起压压马路 讨厌 你能不能回到从前的样子啊 你这样子不觉得难受啊 弄得酸了吧唧的 有点正形吧 您还有事吗 没事挂了 别忘了吃那个浆药酸的那个药啊 吃过了放心吧 行嘞 那我就放心了 拜拜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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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快看我成绩单 我语为一百分呢 全班第一 还有数学呢 你看看 下面老师给写的 老师还夸我呢 说我一定能上个好初总 以后还能上个好大学 那当然 姑娘就是聪明 你看还有这个 三好学生 还是三好学生呢 太好了 爸在几年为了你啊 没白忙活 你去看看你房间里面 床上有什么 是奖励吗 妈 太好了 喜不喜欢 喜欢 超喜欢 爱死你了 妈 那你打算让我上哪所初衷啊 等你爸回来 我们俩商量商量商量 好 去 试试衣服好不好 嗯 去 试试衣服好不好 阿姨啊 您先稍坐一会儿 我去给您换个盆 好 这个图也给您换一下 您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好的 盆漂亮点啊 好的好的 您稍等啊 咱俩真是太巧了 老是在这个时间能邂逅啊 真巧 怎么呢 你这开花了吗 你还穿它呢 那衬衣也得换了 你热不热你 有必要这样导致自己吗 你不夸我几句 我就不拖 你看我这个 是不是特想一工程师 还工程师呢 最多也就是个卖保险的 我脱了吧 脱了 现在呢 还有那个袋子 老爸 你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朴实的 工人阶级的形象 你这把自己弄得 油桶粉面的 人家都不习惯了 你平时穿的那些衣服 也挺帅的呀 真的 我跟你说啊 我师兄活着的时候 我们师兄弟三人 当时里边就我最帅的 你承不承认 承认承认 帅呆了 明天星期天 我们家包饺子 你和马波一起来啊 别啊 你们家里那么多人 然后再加上我们爷儿俩 那得包多少饺子 你不心疼自己 我还心疼你呢 行了 就都两双筷子的事 我和小慧一起包 很快就晚 你先别说饺子的事 那个剪纸给我剪好了没有 什么剪纸 忘了 我还以为你光说说 谁知道你还真要我 当然是真的 我跟你说 你这人就是人 人家真的跟你要吗 看他一集的 不吃不喝 都得给人家剪完 然后到我这儿 要你说你就忘了 你嘟囔什么呀 一会儿就给你剪完了 你再嘟囔 我不给你剪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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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啊 吃啊 吃啊 干吗呢 快吃 妈 我减肥 我看看就行 减什么肥呀 已经像猪肝一样了 还减 再减没了 这么大一姑娘 也不着急嫁人 你急死我了 想气死我吧 妈 说到这事 我还得跟您说说啊 我现在呢 正式地通知您 明天啊 我就把他 带回来给您长长眼 定了 当然定了 明天啊 明天啊 快好 就可以 明天啊 要头披筋 不用 откры了呀 披上 拿掉看看 不要不要 拿掉好还是팅上好啦 披起金睿 来 有点有颈表 妈想着 你男朋友第一次到咱家来 我不能给你丢面子吧 怎么叫丢面子呢 我妈长得比我还漂亮呢 就这样吧 就这样 好 来了 我知道了吗 还算真是 我穿得怎么样 怎么穿这么低调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呀 我妈人特好 淡定 一定要淡定 淡定 不紧张 不紧张 我要不要换鞋 行了 赶紧过去吧 妈 来了 阿姨好 这是给您带的东西 阿姨 小梁 啊 小梁 阿姨好年轻 哪里呀 小梁 你坐呀 快坐坐坐坐下 对 坐得慢慢说啊 说了 妈 我跟您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先生呢就叫梁成 乔梁的梁 吕成的成 1983年12月9日出生 11日 11日出生 上海 家定人 家定人 以前当过兵 家里有一个母亲已退休 补钱是一家商贸公司的负责人 说完 你怎么这么说呀 把意吓坏了 你刚才说什么补钱 妈 就是他被我补货了 你这孩子真是包吓了一跳 没情没重地说话 他就是这样的 从小让他爸给惯坏了 真是吓死我 小梁啊 以后你们俩在一起 你要多多包含他啊 他就是这样的 这个没问题 阿姨 我一定听您的 倒茶呀 这孩子 你看 他就是这样 平时老是让我照顾他 他不会照顾人 没关系 以后不会照顾他 小梁 你来北京多少年了 我是在北京上学 然后在新疆当的兵 前前后后在北京二十多年吧 你在北京二十多年了 那老北京啊 那你父母也在北京 我妈妈在 你妈妈在 你妈跟你住一起啊 那挺好的 你工作忙 你妈可以照顾照顾你啊 那是 你妈 你妈 退休了 退休了 退休在家呢 可能年纪也跟我差不多啊 那你爸也退休了 我爸 在国外 你爸在国外 你妈在北京 那 他们俩 是这样 两地生活 那 查户口呢 你妈 你爸 你爸 妈 法官大人 审讯完了吧 审判结果是行呢 还是不行呢 这孩子 什么叫审判结果 那行 不问了 不问了啊 喝茶呀 喝茶 以后有空再聊 好 要不 给你泡咖啡 你别客气 我想你们年轻人 肯定不喜欢喝茶 喜欢喝咖啡 不不不 我觉得茶挺好 他 解渴啊 是吧 你也喜欢喝茶呀 喜欢啊 那我们有共同语言了 阿姨就喜欢喝茶 你别看了 我跟你说说点点的事 嗯 这是今年的十大畅销书之一 领导让我们加强学习 我得赶紧把他看完 点点都盖上初中了 你不着急啊 你打算怎么办 哦 那你想让他上哪儿上去 当然是实验了 实验离家又近 嗯 你倒是会想 实验中学是随便上的吗 那是个重点中学 我这不和你商量吗 那要是好上 我自己就办了 我还用跟你说呀 那点点的意思呢 他肯定想要实验了 可是就怕给咱俩 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呀 哎呀 要是能上实验中学倒是好 如果点点自己能考上的话 我没意见 这光凭孩子哪行啊 我觉得这事啊 应该跟二弟说 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啊 他又不是教委的 他认识人多呀 这事对他来说就是小事 那你的意思是 咱们请他们吃个饭 顺便跟他说说这事 这弯绕得有点大吧 你有事说事吃什么饭呢 你这不死脑筋吗 他们不过是刚从美国回来吗 咱们请他们吃饭 他能空手来吗 对 你就说给他们接风 这不一举两得吗 我知道了 我说你这个人嘛 你能不能不要总惦记着 人家家那点东西 你要是有本事 我还会惦记别人家里的 你也去趟美国什么的 带我也拉风 自己没本事还假情歌 要说你说 我可没脸说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你给他们打电话 说请他们吃饭 你还当真啊 这事我说得算 好 那个今天呢 做这一桌子菜 咱们就算给小河接风了 谢谢大哥 谢谢嫂子 都是些家常菜 来来来 冻块了 冻块了 好 是 是 来吃吧 来 点点 尝尽这个啊 来 打给我吃啊 嫂子 你这红烧鸡块 怎么做得这么好吃啊 我每次做啊 就差个劲哈 你刚知道啊 要论这个煮饭烧菜啊 我们家姚蓉 跟嫂子比起来 差不多呀 大妈 你做的劲比我妈做得好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来自基层的呼声啊 没吃过嫂子做的饭 我们家姚蓉做的饭呢 怎么着 也不算 吃过嫂子的饭 就怕货比货 来来来 好吃你们就多吃点 来来 吃吃吃吃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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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吃啊 来来来来 嗯 这味真不错 嗯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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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白雲 喝吧 没有 睡觉 不渐 蜇 今生火从死开始 花开富贵 蝶脸花 金丹 孙悟空三大白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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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学校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学区的 对了 现在不是有个新规定吗 说就进入学 是吧 我朋友那孩子也想进实验中学呢 据说可南进了呢 对了 这事你别忘了啊 他那孩子学习成绩还挺好的 好像也得交赞助费 上个中学 还有交赞助费呢 是啊 而且还不少呢 来来来 吃西瓜 吃西瓜 来 来 笑容 我们家这点家底 你们也知道 就你大哥那点干妈爸的工资 这要是为了点点上学再 行啊 这样啊 如果能说上话呢 就给说说 要是说不上话的话 那就算了 反正就是一中学 上哪个学校不一样上 你怎么说话呢 那孩子不是你来的 不是 你 大嫂 大哥 就这样啊 这个学校呢 我确实认识人 就是 有点难说话 不过没关系 我心里有数 好吧 好 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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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下午还有个会 我得回单位一趟 好吧 那行行 那我不留你 工作要你 好 老板 小夕 咱们该回去了 我好想再玩会儿 再玩会儿 再玩会儿 再走 小何这次去美国 特别忙 根本就没时间 逛商场买东西的 然后 就是最后 去机场的时候 买了个口香糖 美国产的 还挺贵的 来 你说你怎么这么客气 是啊 老弟 点点的事 可拜托你了 大哥可止不上 放心吧 嫂子 点点上学的事 我一定给办 要不然我 怎么给她当二叔 就是 您放心吧 好 小夕 儿子 快点 来 点点 二叔他们要走了 来 来 来 好了 来 来 跟叔叔沈人再见 叔叔再见 水人再见 姐姐再见 大白大妈 姐姐再见 大白大妈 姐姐再见 姐姐再见 姐姐 慢点啊 慢点啊 你走了啊 慢点啊 我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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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点点啊 这是你二叔给你带的 美国口香糖 自己上屋吃起 啊 你说去趟美国 就该买包口香糖 口香糖哪儿 哪儿有卖的呀 这是对付咱们 这是他二叔 买给点点的 你犯得上生气吗 咱们对他们可不保啊 头一次出国 也不说给我买点新衣服 你看姚蓉的样 嫂子 这都是名牌 真好意思 那 什么呀 给你的 谁给我的呀 小河呗 她怕姚蓉看见 头毛C给我的 还是二弟有心 你看你那个样子 有个当嫂子的样子 小河呗 小河呗 你说我带着好不好看 小河呗 接电话 好 喂 喂 喂 马叔在吗 小河啊 我爸他在呢 你让马叔过来一趟呗 我们家煤气躁坏了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和他说 你别着急啊 挂了啊 爸 那个师儒刚刚来电话 说他们家煤气躁坏了 让您去看看 真的啊 嗯 行行行 我我我这就过去啊 爸 那个饭也看就好了 您吃完中午饭再过去吧 你也不想想 那煤气躁坏了 人家定阿姨吃什么呀 你先出去 我换点衣服 我这就过去了啊 您别着急啊爸 哎哎哎哎哎哎嗯 哎呦 妈 别模糊啦啊 不忙吃什么呀 那 experience 那修煤气的电话 打通没有啊 我打了打不通 那叫你大哥来 上次坏了好像是他修的 妈 大哥还得上班呢 那个我给马叔打了 你这孩子 我怎么跟你说的呀 你不要一有事就找他 我不想用他 妈 我给马叔打电话怎么了 从小到大 咱们家遇上这种事 不都给马叔打电话吗 以前就不说了 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嘛 自从那个事情捅破之后 就有点别扭 所以我说 能不找他就不找他 保持点距离好 那正常相处总可以吧 妈 他毕竟是我爸的师弟 你们俩以后不来往了 来往肯定是要来往的 可是现在感觉很不舒服 有啥不舒服 妈我跟你说 你 你想太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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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还说有脾气 小李 爸 你看我领带正不正 太正了吧 爸 你就修管眉气躁 穿这么正式 跟街外边似的 我这也太夸张了 你还真说对啊 人丁安家老有外宾 我还不能给咱们 中国爷们丢脸 爸 你这个又不是许相亲 穿得这么精神 不怕把衣服弄脏了呀 我跟你说啊 男人的魅力 有时候就是在一瞬间产生的 对了 你你帮我拿一下啊 怎么了 爸 您慢点啊 我还需要 我可以拿一下啊 我可以拿一下